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玲玲 西部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联准会发出重要讯息 降息时机已经到来 联准会主席鲍尔今天早上 在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年度聚会上 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 政策调整的时候到了 鲍尔也对美国经济实现 所谓软着陆的能力表示信心 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结果 即通膨得到抑制 而失业率没有大幅上升 专家表示鲍尔已经敲响了 降息周期开始的终生 超过28%美国人正在找新工作 为10年来最高点 尽管失业率仍然很低 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28.4%的受访者正在寻找工作 这是自2014年3月以来的最高数据 这包括已经失业的人和目前在职 但正在寻找新职位的人 这表明尽管其他数据显示经济状况更加稳定 但人们对经济的前景更加负面 担忧选举不确定性 7月份6万笔房屋交易取消创记录 一份新报告显示 7月有创记录的6万名购物者取消了交易 大约占了所有合同的16% 这是Redfin自2017年开始追踪这项数据以来7月最高的取消率 专家说 促使潜在的房主踩刹车 最大的担忧是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 因为他们还不清楚美国6个月后将走向何方 有受伤风险 挤压毛绒球怪兽玩具被召回 在S Hardware独家销售的Shawshank LEDZ挤压球玩具 后膜内含有闪光水 如果薄膜破裂可能会见到孩子的脸和身体上 造成伤害而召回 消费者应立即停职使用 并将玩具退回购买商店 目前已经发生两起意外报告 其中一起涉及医疗专业人员冲洗一名儿童的眼睛 已去除闪光 中天中望这里报道